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儒家治世 以道家治身 以佛法治心 它是几个层面的整合 是生命当中不同的需求 所以都缺一不可 顶之三足 这样看待它 我们才会三教比较和谐 怎样才算真用心念 标准方法怎么样 有杂念就算没用心吗 诵经主要的心态是自成恳切 诵经你怎么叫用心的标准 就是你把这个声音念出来 自己听进去 听得清楚 而且你不要去用心 你用心还去思考它什么 反而不行 就是非常清净的去念 非常绵密的去念 你一用心 你用的心还是心意识 反而阻碍了你对这个 《地藏经》的义理的了解 诵经就是不要用心意识 不要着意 就是把它绵密的诵经来 送出来自己听进去就可以了 有没有杂念你不要管 诵经过程当中肯定也是有杂念的 因为我们的心都是充满了杂念 但是你自成的去专注 把它念出来听进去的时候 杂念会越来越少 有的话你不要去注意它 但是要注意你这个自然佛性的杂念 你是不管它 但你不要有一种心里存了什么事 你念念不忘这就不好 所以诵经你要把你世间的 手头上的事情把它做完 至少你心里上你没有挂碍 你没有挂碍一件事 你就诵 如果你挂碍了一件事 那就是你总是想那件事 那就不好 自然佛性的杂念你不要去管它 这就可以了 法师给众生治病收费是否合适 用出生年月合算 一个出家人给众生治病 当然首先还要出于慈悲心 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买卖的行为 作为行菩萨道的一种行为 但是如果他在治病 他可能一些成本 一些药物 这位出家人 自己负担不起 那你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成本性的收费 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绝对不能把看病收高昂的会用 而作为一个谋取钱财的一种手段 这就叫五种邪命当中的一种内容 是不应该这样说的 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出家人 就干好出家人自己的事 出了家就是修无为法 就是自己修行专业佛法 领重修行逢法立身 这个治病世间上有那么多医生 你出家人也不需要去抢他们的饭碗 你的病治得好 人家这些医生就没事可干了 除非你有一些特别的 你有特殊的本事 能治一些社会上医生治不了的病 这是你特殊的功德组成的 那也未尝不可 但绝对不要把它作为一个职业 住久了 你连自己出家人的本分都忘了 这是不大可以的 更必要把人家的出生年愿来核算 现在的世间医生也是 来了正好赚钱的机会来了 趁火打劫 给你做很多很多的检查 开很高很高的药价 从中抽什么提成 现在整个医疗界的腐败现象 大家都在提很多了 那世间法它是追求利益 出家人一定要有慈悲心 一定要超约这种功利的计算 这个不要用机心 否则袈裟底下 失人身可是太不合算了 你核算核算了很多钱 到时候身体都没有了 你才太不合算了 用赚来的暴力 诸功德是否如法 佛法一定要讲究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有很多人说 我的目的是正确的 然后为了达到这目的我不择手段 这就不好 你赚来的暴力 这里面肯定是不是有 损害他人利益的地方 你不损害他人利益 怎么会有暴力 往往你不要以你这种不正当的行为 用你所谓的一个借口来辩服自己 一个人做不做功德 这是随缘的事情 你做功德是随分随地 随缘 不是攀缘的 你能做 有福德就做一点 你没有福德 没有财富 不住也可以 不是非要去做功德的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功德 就是你在家里好好念阿弥陀佛 这是第一大的功德 第一善 召见五蕴皆空 请解释一下 这个境界是很高的 《心经》里面讲 《心经》里面讲 这个摄地指 五蕴运就是我们的受想形式 构成我们身心的五大元素 在深文教的人里面 认为这个五蕴里面 凡夫认为五蕴有一个我 那么深文教通过这个五蕴里面 是没有我的 就破我之 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就是不仅五蕴里面没有我 连五蕴 它也是缘起法 佛教讲这个缘起 什么法都是缘起的 既然是缘起的 它就自信本空的 那进一步要看到 那个缘起的东西 它缘起的那个东西 也是缘起的 你进一步观察到非常深刻的 深度的地步 那个五蕴 五蕴里面的我故呢没有 五蕴它也是没有的 它也是缘起法的 它也是空的 这样就是法空 当你照见这个人空和法空的时候 当下它就是我们的真如实相本体 就显现出来 这显现出来 它就梦醒了 就不在五行里面 不在生命法里面 它就度过了一切苦恶 了脱了分乱生世和变异生世 得到究竟涅槃的解脱 所以这种事情 照见五蕴皆空 可不是一般的境界了 这个人空法空 空空一空 一空到底 这时候我们的自信 清净本能的自信就现前了 就得到大解脱了 生命灭 也即灭现前 就能证到这个无神法人 那这个说说可以 要证到这个地步太难 现在我们好好念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无量光 念念就在观照五蕴皆空 这么一个无名的应可 如果能够证到念佛三位 理性不断就能够达到照见五蕴皆空 但理性不断 甚至事意性不断 对我们念的凡夫 现在烦恼厚重的众生都很难 但我们理上之道之后 我们至少可以做到 这个待业往生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从莲花里面出来 见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资格谈 照见五蕴皆空了 一 而杨雄留相寻觅藏书 往往见有佛经 我国最早的藏书中 有佛经的是在哪个朝代 哪些典籍中 在释迦佛出世前 你认为 你个人认为 我国在夏商时期 有宣讲大乘解脱道的经论吗 这些都是一些学问性的问题的 这个提得不错 这个西汉时期的杨雄留相 这在我们古籍中国文化史上 这两个人都很有学问 都很有著述 他们这个博览群书 是他们两个学者说 他们常常去寻觅藏书 往往见到佛经 那么这个佛经到底在哪个朝代 在哪些典籍里面 现在确实找不到一些具体的典籍了 因为中国历史上这种战火 这种相互 毁得太厉害了 秦始皇毁了一次 各种人民战争 农民战争或者什么 又毁掉 乃至于文化大革命也毁掉很多 所以确实这些找这个直接的依据 是很难的 但通过这一点 我们在了解什么呢 就是佛法在我们中国 这样的流传过程 它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的概念当中 总认为是东汉明帝以后 佛经才来到中国 才开始翻译 好像是公元67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一百多年以后 慢慢的 特别在魏经南部朝大量的翻译 我们总认为这个经典是出在这个时候 所以对这个 在周潮甚至更古老的时候 就有佛经的存在 这种信息传过来 就马上把我们一种僵化的思维 一种触动 那这些佛经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周代的人翻译过来的 还是上一期文明 上一尊佛留下来的 或者说是古人 一些圣人 他有福藏 福藏之说 把一些佛经藏在什么地方 等众生的时间因缘成熟 他自然就会挖掘出来的 等等这些 他的方式很多 总之这些也都是 随众生心因数之量的 只要我们众生 善根福德因缘成熟 佛菩萨二六十中都在关注着我们 只要我们善根成熟 就会有佛菩萨映化在这个世间 他映化 以佛经的方式来度化 他一定会出现佛经 出现汉制的佛经 佛是神通妙用 他有这种能力 所以刘相写 中国的上古的仙人 一百四十六个仙人 竟然里面讲六十七个仙人 神仙看到了佛经 但这个六十七个神仙 神仙是从上古以来的时间 佛西皇帝以来都谈这个问题 那皇帝他做梦都到华西国 那个华西国看他的那种 那种描述还真的有点像极乐世界的样子了 那什么中国的上古的皇帝 他可能梦游极乐世界了 这都是神妙不可测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一点 这个朝代 朝代的这样的一个早晚 这是我们世间 凡夫众生的 感召的虚妄的时间 在佛菩萨的眼里 他是超越时空的 他会随着 就是成就那一时 只要众生有善根发到 有求出世间法的愿望 能够相信有这个善根 这个佛菩萨马上会显化出来 或者口受佛经 或者由他能认识的 汉字的佛经 以种种方式给我们提供 所以我们也只能说 这是不可思不可义 神妙莫测 但是真实存在 我想在中国的夏商周时期 一定会有宣讲 大乘解脱道德经论 你在讲座中 讲到非谍这件事 关于外星人说法不易 有人说外星人就是天人 外星人及非谍 是欲王大帝派来的 还有人说是佛派来的 请问外星人和佛 有直接关系吗 或有什么关联吗 关于非谍研究 也是我们现代世界各国的 一个前缘 前卫的一个课题 非谍自古以来都存在 有很多的记载 那么这种事情的重视 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也可能是我们的地球上 航空事业的发达 就发现了这种非谍目击报告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已经是可能几十万起了 几十万起 这里面你说有幻觉 有自然的天体现象这些 都不排除会有这些 但是要想到几十万目击报告里面 所谈到的非谍的 有很多惊人的相似 而且跟地球人还有所接触 据有关一些资料表明 还有非谍 落到地面的情况等等这些 那几十万目击报告 虽然有很多假的 但是有一例是真的 就已经是进行动魄了 所以我个人还是 对非谍的存在 我是觉得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可信度的 为什么 我们这个地球在整个的银河系 银河系就有两亿个恒星 无限广目 你怎么就认为只有地球才有人呢 那其他的星体有生命体 那一定是存在的 即使是存在它的科技发展水平 可能有比我们晚的 但一定会有比我们更先进的 现在我们都能 驻人造地球卫星 也有太空探测器 也能够到外太空去 那地球的科技 都能制造太空探测器 难道外星球的生命体 就不能派它的外星探测器 到我们地球上来吗 那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会有一个 这有点传说的味道了 说原来美国发展太空技术 就是以1969年登月计划 阿波罗计划作为它的顶峰 阿波罗计划之后 美国的太空署 很快就转变了一种战略 就是发展探讨外星人的探测器 那么这种巨大的转变 肯定会有所依据的 一般它会把它作为机密 这是用国家拉税人的钱 你建一个太空机 至少要一亿美金 这不是一个科幻小说家 在那写点东西的 这样的玩 这个没有关系的 这个巨大的这种转变 为什么它要探讨地外文明 当时的卡特 卡特就是一个非地爱好者 他竞选总统 就是迎合那些非地爱好者 我只要上去怎么样 那么会有些依据 依据它转而探讨这个 据说当时的先驱者一号二号 他有世界各国的语言 来问候外太空人 其中好像是第二次 先驱者一号二号探测器 是用我们中国的语言 用了两次 一个是用了粤语 一个是用普通话 那美国的这个发射 为什么对中国语言这么感兴趣 用两次来问候呢 说有这么一个情况 说河南就是阿姆斯特里丹 那个首都 河南首都 说这个58年的时候 有一张悬空的 悬在空中的飞碟照片 飞碟照片直到90年代 70年代才公布出来 公布成那张照片 因为有很多未造的 那么这个照片 都要经过严格的测定 结果这张照片 就是拍摄的飞碟的这张照片 经过法国英国 几个国家的测定 最后证明这张照片是真实的 不可能是伪造的 好 这张照片自然是真实的 那就很吃惊了 这张照片我也看过 那张飞碟上竟然有个汉字 一个王字 汉字 于是西方人老外就推测 这肯定是外太空 有哪个世界讲汉语的 讲中文的 讲中文他就推测 以后的现在的西方的天文学 也在逐步的推出一个什么观点呢 就是这个整个的宇宙的世界 就像一个网状 在这网状当中有很多平衡的世界 这叫平行的世界 同时聚成的 所以在这聚成的世界当中 不同的时空态看到的 它相应的时空态 它慢慢的这种研究跟佛法 就有点趋近了 因为佛法告诉我们 很多的世界就是在当下 重重无尽的空间 但是我们只能看到 跟自己聂力相关的 这个四维的时空 如果是五维 六维 七维 不同维度的 我们看不到 所以这个 它就用中文话去问候 我们中国人去问候 可有意思的 具有中国特色 说外太空的兄弟们 吃了饭没有啊 走到哪里 别忘了吃饭 所以我们从佛法来看 这个重重无尽的世界 微层数的世界 那个佛经里面 对这种整个微层数世界 每个世界的生命 众生的生命 寿命的长短 它的形状 它的教法 它的文化形态 都有很详细的描述 所以这些存在 那是不应该去加以怀疑的 到底它是不是 欲王大帝派来的 还是佛派来的 这就不一定了 欲王大帝 它可能只能管它 这个三十三天了 那它所管辖的范围 也是非常有限呢 它欲王大帝 它到底天 它能够管四天 王天和地面的 众生的事情 如果是斗帅天 夜谋天 就不是它的范围了 那是虚空 悬处在虚空的世界 在现在天文学 你看到各种 像太阳系 我们是太阳系的一员 太阳系作为一个恒星 是银河系的一个恒星 那银河系里面 又有核外星系 核外星系 又有核外巨星系 核外近系 又有更大的一个群体 那么这些星空 它有众生 它都处在一种不同的 以什么不同的状态来居住的 这种整个 你看到夜空的 整个广袤的星空 你才感觉到 我们这个地球 地球 如果你站在月球 看这个地球 就是一个未南蛇的一个点 非常渺小的 在整个广袤的银河系里面 那真是恒河沙的一个沙子 你怎么就说 这个沙子才有生命 其他的所有的沙子 都没有生命 哪能会自我执着到这个程度呢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其他的星球当中 一定会有生命的 就像火星木星这些 这些有生命 有时候我们看 你看不到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但是那里面是有的 所以这个地外文明 外星人 我们要善意地去对待他们 其实以后我们碰到飞碟 什么我们跟他善意地念 南无阿弥陀佛 会感通的 在法界当中 南无阿弥陀佛能找到我们的莲友 他们有善根 马上有回应 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他回应南无阿弥陀佛 那不是那莲友吗 时间到了 南无阿弥陀佛 四点半是吗 还没有到时间 对不起 还有这么长时间 这么长时间 我们就接着讲 接着讲 今天我都有点昏了 好 这个文昌帝君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佛教传到中国 开始是由东汉的时候传过来的 那提这个问题 那么轮回之说 就是这个六道轮回的说法 就应该是在东汉之后出现的呢 那这个在姚迅的那个夏商周三代 是不是就没有轮回的这个说法呢 实际上这种外来的佛教文化 怎么样跟本土文化的汇通 他是在提一个这个问题 如果佛教作为外来文化 老是谈这个东西 我们本土文化根本就不设计这个问题 这里面就有个冲撞了 那么实际上自古以来 传达佛教的人 一定要跟我们本土文化的信息 进行一个互动 那么佛教 固能谈轮回问题 而不仅是佛经翻译以后谈 就在佛经没有翻译之前 就是东汉时期 在夏商周时期 实际上就有着轮回之说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说 只是轮回之说是汉代以后的事情 夏商周唐瑜三代都没有闻到 那么安氏居士说 你这样的说法就叫忘读古人书 就是你读古人书都冤枉了 你不会读古人书了 这个关于轮回的诗和理 在中国的上古史集的记载当中 那实在是不胜美举 博士美举这里就举出了五个例子 那 ise由与小时不仅和声 那是使用了色彩词 并且我说这是要忘读 我来不做私的故随 老一样 我来不做私必须的 那是衣服的 我来不做私 mos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都缺一不可 顶之三足 这样看待它 我们才会三教比较和谐 第一个就是 移顺 治水 原来我们中国大陆都很多水灾 洪水滔滔 他们治水是一个重大的使命了 当时在大禹的时代 四方三岳之族就推举滚来治水 这个滚 当时摇就同意了 滚治水 治了九年 它的思路不对 它就采取堵塞的这个道路方法 九年都没治好 治水不成功 不成功的这个遗训呢 就 它以后 遗训就继位了 继位了它就去 视察 发现这个滚治水 简直就是一塌糊涂 不能成功 所以就把这个滚 给处理掉了 就是寄滚 寄滚就是把它处使 处使在这个洞山之音 处使在雨山 雨山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滚它的神石 就变化成了黄乃 黄乃 黄乃是什么 就是山族别 就是水族能别 山子族就叫黄乃 这是出在史记正义里面的 那么这个雨 寄滚于雨山 这是出在上书里面的 那么这个遗训就 这个最后就把他的儿子雨 提拔上来 继续他父亲未尽的事业 最后大雨治水成功的 就采取疏导的方式成功的 这是一个例子 再就是很多左传里面 出现的例子 一个是魏康淑 献梦 献梦的香公的妾的梦中 来成名一种事实的 这样的 这就他去世之后 献梦就是鬼能够献梦的 左传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齐香公的事情 这是涉及到彭生的一个冤案 齐香公 齐国的一位国君 这个人也就是无道昏君了 他有一个妹妹叫文江 文江是嫁给了这个鲁国的国君 叫鲁桓公为妻 那么鲁桓公有一次带着他的夫人来齐国 做博士访问 这里有一个情况 就是齐香公原来跟他的妹妹 早已就有恋情的 恋情呢 所以回到齐国 他们又私通 这样这个事情就有人 就报告给鲁桓公 鲁桓公知道这事情 也就很气愤 就直怪他文江 直怪文江 文江就把这个事情说 就告诉了齐香公 齐香公这样他就 就心生歹气 就在宴请鲁桓公的时候 就把他灌醉了 灌醉之后 就让他的一个彭生大力士 勇士大力士 就抱着这个鲁桓公上车的时候 趁机把他的乐国都折断了 把这个鲁桓公给搞死了 为什么战国时期那么乱 整个的伦理道责 完全的礼崩落坏 所以当时鲁国就 鲁国敢怒不敢言 因为齐国强大 鲁国弱小 不敢心思问罪 只是要求要惩处凶手 那么齐香公为了平息这个事情 就把彭生给杀了 彭生本来是接受指令来做这个事 最后成了退罪羊 历史上到了最后都是这么一个结局 好 这里面 到了过了四年之后 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齐香公就在 孤帆 就是山东伯信县打猎 打猎的时候就看到前面的路中间 有一头大猪 挡住路 大猪 齐香公看到是条大猪 但是旁边的从人 一看 看到是公子彭生 是彭生 就告诉他 前面那个猪是公子彭生 这个齐香公就很愤怒 说彭生还敢来见我 就拿那个剑来射这个猪 这个猪就站起来 立起来了 像人一样站起来 哭泣 这样这个齐香公就很害怕 就从车上坠下来 伤足了 伤足那个鞋子也掉了 所以赶忙回来 赶忙回来以后 他就生病了 生病 当时另外一个大臣叫 公神无忌 听说这个事情之后 就趁机派人 把这个齐香公给杀了 当时有兵进来 杀齐香公的时候 齐香公是躲在围墙外的 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一般的人找不到 但是等到这些人找不到 忽然发现 有一只鞋子站在那地方 这个鞋子就是当时 他设这个猪的时候 掉下来的鞋子 丢失的鞋子放在那地方 就好像是一个子鹿一样的 就最后把这个齐香公给弄出来了 就杀掉了 你看这是光天化的之相 一只猪挡怒 光子喷生 这是出在左传里面 还有这个杜博现行 侠诸通 诸公图示 以色周宣王户 这出在墨子传 这个故事是说 就是周宣王 就是周立王的儿子 上次我们讲周立王 在这个西州最后一个房地 这个非常暴虐 这个不愿意听别人的民众的声音 防民之口 如防水呀 堵住 最后被国人所赶跑了 所以这个 他的儿子周宣王继位 周宣王继位 也没有真正接受教训 还是政治不能上轨道 当时有一位大夫叫杜博 这个没有犯什么过失 被冤枉 他要杀人家 杀这个杜博 旁边有位大臣叫左卢 都是为这个杜博来辩父 说不能轻易冤枉杀人 这个周宣王不听 不仅杜博杀了 能够跟他辩父的左儒 也都杀了 当时这个杜博被杀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话 说君杀我不辜 你无冤枉杀我 如果死了 没有这个 死者无知 则止意 如果死了什么都不知 什么都不知道 就算了 就休止 如果有知 就是有神识 有知 有灵魂的话 那不出三年 必死君知 必然使你知道 这张冤枉的事情 说完这个话 就被杀了 被杀了果然三年之后 周宣王也是田猎 打猎在蒲这个地方 蒲这个地方 就看到杜博现行 光天化日之下 杜博现行了 骑着白马 穿着红衣服 这个弓箭也是红颜色的 就射车上的周宣王 这一射 直接射到心脏 把那个几两都射穿了 就一下子 就在车上 崩了 死去了 这是出在正史里面的记载 第三个就是 富途遇太子于下国 这出在左传 富途是什么人呢 这里面的前因后果 讲起来都是一个故事 就是当时的晋国 晋国本身是一个大国 但有时候政治不能上轨道的话 它就形成一些非常复杂的 渊渊相报的局面 当时晋显公 有八个儿子 八个儿子 太子叫孙孙 还有一个王子叫崇尔 这两个人是有贤德的 有贤德的 但是这个晋显公 得了一个贵妃 叫利济 非常宠爱这个利济 利济就生了一个儿子 叫西齐 那么这个宠妃 生了自己儿子之后 他就想使自己的儿子 作为接班人 就要改变太子的地位 所以这个宫廷里面的权力之争 有时候真是无机心 谋略 那是无数不用其极 这个利济为了使 达到这个目的 他就有一个计谋 他就让太子深深 去祭祀他的生母 他的太子的母亲去世了 让他去祭祀 他的母亲叫祺江 祭祀之后 他不是那个祭肉吗 要带回来 带回来一般就会让父亲去享用 这个利济就在这个祭肉上 里面就放了剧毒 放了剧毒就献给 这个 就给静显宫 静显宫正要享用的时候 这个利济就在旁边说 他说应该要这个食物要试一试 试了以后再去吃 这一试 把这个就给狗一吃 狗马上死了 再给一个小城吃 小城都也死了 就剧毒 剧毒这个利济就在旁边 贾宫正就哭 哎呀 你看这个太子 这个这么残忍 连父亲都要害 何况其他的人 那我这个妾跟太 跟那个显宫说 我愿意我母子两个人赶快 避难到他国去 要么你走了之后 我母子两 那不知道怎么被他成为鱼肉 就这么挑破 静显宫也搞不清 这里面的名堂 就以为真的是太子要害他 那这个世经 一下子这个父子关系 被挑拨到这个程度了 这个太子深深听到之后 就自杀了 他也不逃跑 自杀 自杀之后 你看整个的 靖国的政治就 就非常的乱了 以后真的这个西齐 就进行工之后 西齐就捉了国军 西齐捉了国军 那么从尔 那个从尔呢 他就逃亡国外了 他逃亡国外很长时间 那么从尔有一个师父叫李克 李克就把这个西齐给杀掉 杀掉西齐杀掉之后 西齐的儿子继位叫导子 导子上尉也被这个李克杀了 所以以后这个齐国就把在国外的遗物 遗物就送到了这个靖国来继承王位 这就叫做靖汇宫 靖汇宫他回来就对太子 死去的太子就频繁 但是这个靖汇宫也不是个好东西 一上台之后 就把这个李克这位大神杀死了 他怕这个李克会接应在外面逃亡的从尔 那么并且呢 他这个这个把他的弟母 就是他他的这个正弟母 就是他正母亲他都都淫乱了乱伦了 好就是在这种背景当中 这个虎兔虎兔是从尔的外公 是追随从尔在外面逃亡的 虎兔有一天就去一个下国 下国就是取卧这个地方 就遇到了太子 遇到太子 这个生生太子是去世了的 自杀了的 他碰到了 碰到这个太子就请他登上车 这个就告诉这个虎兔 说一物无礼 一物就是现在的靖汇宫无礼 也乱伦 说我已经向上帝请示好了 准备让这个靖国 靖国完全亡国 归齐国所 归秦国所有 这个秦国答应 对我进行祭祀 跟富途讲这么一种事情 那富途作为是靖国的大臣 他也有爱国之心 富途一听 哎呀 他说 成文神不识非其中 就是神啊 不是自己中族的 所见显的这个祭祀之物 民也不是非族 老百姓也不既是其他中族的神 所以你这样做是不是 给自己绝路啊 一条绝路啊 再加上老百姓是无辜的 怎么让他失去祖国呀 希望他重新考虑这件事情 这个太子听了之后 哦 他一听也有道理 诺 他将 我将夫请 我将重新向上帝再请求一下 啊 说这个 七天之后 你到一个污者的身上 啊 来听我的回音 啊 马上就 显一下子就不见了 不见了 好像做梦似的 啊 七天之后 这个富途到这个污者身上 通过污者的中介 就是像林梅啊 林林梅告诉他 说 上帝已经许可我法有罪意 就是只是对 敬险宫一物进行陈处啊 那么这场战争会在啊 避于韩 就是避使这个晋国的军队 在韩元这个地方失败 啊 果然啊 啊 这个晋国和秦国的一场战争 晋汇宫打败了 打败之后 以后才迎这个崇尔到这个晋国来 这就是晋文宫 啊 晋文宫是一代中姓的君主 啊 这个啊 这个以后成了 这个祖侯的霸主的地位 啊 那你看这个过程 啊 这个 这可就不是有轮回吗 啊 还有就是老人报 为科以结巢 啊 这么一个事例啊 啊 这也出在 春秋左传里面 秦国和晋国打仗的时候 就在福士这个地方打仗 卫科是晋国的大将 啊 他 打得胜仗 这个把秦国的一个大帝士 就要杜回给俘虏了 啊 大圣 凯旋而归 哎 哎 就在战争的过程当中 出现一桩事情了 本来这个卫科很难取胜的 做一个卫武子的加成的时候 卫武子他有一个很宠爱的妾 没有生儿子 这个卫武子在临终在生病的时候 刚刚生病的时候就跟卫科说 把这个妾架出去 架出去 等到他重病临终的时候 又跟卫科说 把这个妾寻葬 杀了寻葬 所以直到这个卫武子这样的一个去世 这卫科主理这个事情 是遵循了他前面的这个遗嘱 就把这个妾给嫁了 没有让他寻葬 他的理由是 疾病头脑混乱的时候 他出的主意就是不理智的 我听从他头脑清醒的时候的鼻祖 也就是说他积累一个阴德 等到这场战争的时候 卫科就看到虚空当中有一个老人 他结草啊 就是有一个草神 这个来办这个杜回 就对方那个大将杜回的脚 为什么能够把杜回抓到 就是这个脚一半就摔倒了 那个杜回摔倒了 能够摔倒了就被他抓到了 一般没有这个外力的帮助 杜回是抓不到的 大力是 所以抓回来 等他胜利回来之后 夜里做了个梦 梦里就梦到那个老人 梦到老人 那个老人说 我是谁呢 我就是你属嫁的那个妇人之妇 嫁的妇人之妇 是由于你用了为仙人的清醒时候的指令 我报答你的恩德 你通过这个事例 我们就能明白 你能够救人一命 这个他的王 王祖父 已经去世的父母 都是会报恩的 同时也反映 在阳间的子女 虽然在阳间 阴间已经去世的父母 都在关心阳间的子女的命运 幸福 他都会来报答 这是老人报 为科以结草 反映鬼道的众生 来帮忙的事情 好 时间到了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奴道是三家 它是救众生的目的一样 但是救众生的层次它不一样 所以中国皇帝有时候说 以奴家自私 以道家自身 以佛法自心 它是几个层面的整合 是生命当中不同的需求 所以都缺一不可 顶之三足 这样看待它 我们才会三教比较和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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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